周一铭除了在我们的记忆中留下了一个偏偏的俊美少年形象 他的歌曲也伴随着很多人走过了青涩的学生时代成为青春的回忆 你会听见真诚的回忆 爱在爱你 爱在爱你 从我们相遇那天气 不要哭泣 不要哭泣 你应该被珍惜 一答一答像你的声音 回到未来过去 孤单放立体我转不出去 无边际 我不是F我不管哭不哭 想跟你牵手做完整个地球 像幸福大感动都值得让我们去谈说 我不是F你不要想太多 就要大声说要你爱真的我 不周周不罗说 我给你一小感情的温柔 宰宰你其实个人专辑发了三张 然后上一张是07年发的 07年你数一数现在几年了 我不是F4那张 你有专辑的计划吗 我觉得你没有太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你怎么发现了 对 因为我 我得承认我是一个很懒惰的人 再来我第二个我必须要说 我一心真的没有办法恶用 我以前当我找到我的兴趣是拍戏的时候 我突然间发现唱歌对我来讲是一件 不是那么开心的事情 他可能会变成有点痛苦 那个录音的过程 当时一个痛苦的点是当时是有唱片缘 也就是说你要做的音乐 也需要做 即便我有音乐的才华 可是你要做的音乐 不会是他们给你的慌慌 我就说宰招我跟他发唱片 我说我不要 要来要等待周一年交出新的音乐作品 恐怕是遥遥无期了 喜欢他的歌迷们未免要遗憾了 而一项在音乐作品上很高产的SHE 2011年也没有推出新的音乐作品 SHE上一张作品是10年发行的 看不到找不到 等不到你的hero 为何不做自己 至少成天的时候 你可以 我可以 为自己不担当我 等时让 想与我 为无脚 叫好皮疯 今年的重心好像基本上都在拍戏 影视方面 因为今年SALINA发生意外 所以 而且其实在她发生意外之前 Hebe也发了个人家个人专辑 然后我本来就是想要 其实SALINA如果没有就是那件 非常遗憾的事情发生到 她那时候其实也在拍戏 对也在拍戏 对 然后 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 我们三个人就有各自的工作在进行 那就是因为她发生这个意外 所以专辑 三个人专辑的部分就更不可能 在这个时候 对 2016年10月 人家宣在上海拍摄电视剧时 因一场爆破戏出现意外被烧伤 一直处于治疗康复中 而SHE三人的活动也因此中断 经过人家宣坚持不懈的复健治疗 今年她重新回归人们视线 不仅在10月举办了婚礼 完成了终身大事 成为SHE第一位新娘 她在复健期间还不忘音乐创作 所有音乐作品也整理成迷你专辑进行发行 谢谢你们 爱我的每个人 让我努力后可以谢谢自己很坦诚 回想不通 我绝望到躲开 但你们做的总让我像坚强不责任 为了爱重生 这EP里面大概有三首歌 对 然后里面有一首歌是她自己写 她这一段时间的新屋历程 然后那个EP里面也有很多 她大概有六七张的卡片 然后上面写着 她对每一个人的话 她都不用出来跑宣传 你都帮她跑了 我一定要帮她的 因为她是我好姐妹 而且说真的这张EP对她而言 对她生命的意义是很大很重大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就是去支持她 去感受她这段时间 然后去感受她给你正面的能力 我想开心笑到在你胸怀 旁边要你快追过来 小情小爱平凡躲开 怎么了现在 记忆体全是空白 嘉轩与火重生 不忘音乐失业 SGE的另外一位成员 田富珍在2011年的音乐失业 也在蒸蒸日上 2011年以超级新人身份 重新开始发展的田富珍 退出了自己的首张个人专辑 专辑刚发行就拿下 台湾G Music五大双棒冠军 并缠练好几周的冠军 军事有破竹 我寂寞寂寞就好 这时候谁都别来安慰 拥抱就让我一个人去痛到 受不了想到快动掉 死不了就还好 我寂寞寞寞寞寞就好 你真的不用爱我 回忆里回想 我就不相信我会帮他 忘不了来着 不放他 人搬来就寂寞的 谁来的都该还掉 2011年初 田富珍不仅推出了 自己最珍贵的影音记录DVD 还发表了第二张 个人专辑 Len Love 下一段很小 各大音乐榜单 你还是要幸福 你千万不要再招惹别人哭 所有错误从我这里落寞 别跟着我 铭心刻骨 你还是要幸福 我才能确定 我换得很清楚 确定自己再也不会占据 你的篇幅 明天 开始 这一切都结束 要说一下黑比程序相当好 我知道 就是这个去年的四月份的时候 拿那我们那个猛牛酸酸乳音乐风云棒 年度胜给大那个颁奖 就所有人都在的那种颁奖的港台最佳女歌手 而且是集百人的评审团 然后娜英是主席选出来的 我知道娜姐颁给她了嘛 对 我就很为她开心 因为像前阵子她在台北那个台大TV场 才败了两场售票的演唱会 然后那时候她的票就是秒杀般的速度 就是卖光光这样 也是一样 然后我就有去看她演唱会 然后第一场还被她拉上去 硬是做了她的嘉宾 面对好姐妹在音乐上都陆续有大动作 陈江华除了在2011年和苏大绿一起合作了歌曲 你被写在我的歌里外 究竟陈江华在事业上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仿佛还看见昨日那张悲伤的脸庞 快乐有时候竟然拉得像一击而过 是你提醒我别怕去幻想 向我内心躲避过那渴望 像是勿命的人 我是太阳 对我们的脸度 我就跟她的一人